欢迎继续学习 接下来我们将学习另一个Google AdMob教程 在上一个有关智能细分的视频中 我们简要介绍了智能细分及其一些主要优势 点击下方的链接即可观看该视频 今天我们将介绍对差页式广告和激励广告 均适用的一些智能细分秘诀 掌握了这些秘诀 您就可以开始使用AdMob的智能细分技术 来划分应用用户的类别 充分发掘各类用户的创收潜力 在本视频中 我们将介绍您可以立即开始运用的四个秘诀 这些秘诀包括 第一,从预计不会消费的用户身上创收 第二,为不同类型的用户提供不同的奖励体验 第三,针对预计不会消费的用户提高频次上限 第四,尽早向预计不会消费的用户展示广告 下面,我们就来深入探讨每个秘诀 第一个秘诀是 向预计不会消费的用户展示广告 从他们身上创收 智能细分功能 可帮助您预计哪些用户不太可能在应用中消费 然后尝试向这些用户展示广告 这样,您就可以轻松增加应用的不消费用户所带来的广告收入 同时,让出手消费的用户和有可能消费的用户 依然可以享受到无广告干扰的优质体验 智能细分的第二个秘诀是 为不同类型的用户提供不同的奖励体验 借助智能细分 您不仅可以选择向哪些用户展示广告 还可以向不同类型的用户展示不同类型的广告 我们建议您使用这些功能 为肯消费的用户和不消费的用户提供不同的奖励体验 我们来仔细了解一下这一秘诀 首先,智能细分模型会触发一项有奖智能细分请求 这表示,我们应该为预计不会消费的用户 设置价值较高的奖品 如此,可吸引这些用户观看激励广告 从而有助于我们创造广告收入 他们的生命周期价值也随之提高 对于预计会消费的用户群 我们会向他们投放常规的激励广告 提供一般价值的奖品 以免影响他们在应用内购买商品的动力 您可能在想,如果用户发现 我在使用差别定价这个模式 会怎么样?这会影响应用的内购吗? 不必担心,我们已为您准备好解决方案 那就是在为用户提供奖励体验的同时 使用随机化功能 使用抽奖转盘或抽奖箱 就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第三个秘诀是针对预计不会消费的用户 取消频次上限 因为大多数应用用户 永远都不会在应用内购买商品 因此,您可以使用智能细分 为不消费的用户设置更高的评次上限 此方法对差页式广告和激励广告均使用 例如,假设您通常在游戏结束时展示广告 对于预计会消费的用户 您可能会略加限制 每天向每位用户最多仅展示五次广告 如果对广告单元启用智能细分 那么,在广告展示五次后 您可以向预计不会消费的用户 继续展示更多次数的广告 在本例中 向每位用户多展示了五次广告 即,总共展示了十次广告 下面说第四个秘诀 也就是最后一个秘诀 即,尽早向预计不会消费的用户展示广告 最大限度提高这类用户的生命周期价值 据我们观察 超过一半的用户 在下载应用后的第一周内就会流失 对您来说 这就是为把握住机会 白白错失了收入 幸好 在用户下载应用后 立即就可以使用智能细分模型 这样 相对于预计会消费的用户 您可以提早一些 开始向可能流失的用户投放广告 我们来看看 对于激励广告 如何运用这一秘诀 我们仍以前面在游戏结束时 展示广告的情况为例 如果您知道某个用户最近安装了应用 您可以 仅向最近安装了应用 且预计不会消费的用户展示广告 对于最近安装了应用 且预计会消费的用户 则隐藏观看激励广告的提示 您可以将该秘诀与第三个秘诀巧妙结合 使用智能细分技术 灵活应对各种变化 借助智能细分功能 不仅可以控制向哪些用户展示广告 不向哪些用户展示广告 还可以灵活设置评次 投放时间等等 以上就是关于智能细分的全部内容 在本视频中 我们与您分享了有效使用智能细分功能的四个不同的秘诀 由于该功能让您可以识别出预计会消费的用户和预计不会消费的用户 因此您可以最大限度提高用户的生命周期价值 针对不同类型的用户分别定制不同的广告创收策略 感谢您观看此Google AdMob教程 衷心希望此教程会对您有所帮助 请不要着急离开 我们还为您准备了一些资源 旨在帮助您充分利用智能细分功能 您可以在下方视频说明中找到更多关于智能细分的资源 例如AdMob帮助中心和开发者指南 最后请务必订阅Google AdMob频道 了解有助于您的应用业务在上层楼的更多最佳做法和妙招 中文章切晏 我就也可以打开 请务必须 记得 bud 主件 简称 举